大家好,我们是Doggy Dodge,马来西亚一家宠物美容学校 有很多主人都常误会说,美容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钱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宠物美容对狗的重要性是什么 这一集我们就来聊一下狗为什么一定要做美容 我先举一个很简单很容易懂的例子 我们人的头为什么要洗,为什么要剪 我们的头发,那如果你两三天没有洗头的话呢 你开始发现到你的头发变油了,然后接下来就发痒了 那接下来呢,粗味也出来了,对不对 这个就是没有洗没有剪的关系 如果呢,又保持干净了,有健康了 相信你的头发还长得更美,对不对 那相对的,狗也是一样 狗的皮肤呢,他们分泌一种油脂出来 这种油脂呢,就是它的皮毛的保护层 当这些油脂不断的分泌出来 那旧的,我们又没有把它清干净的话呢 那这种油脂上面的细菌呢,就开始生长 再加上我们这种热带气候的国家 那种细菌会长得更快 再接触空气,所以狗的臭味就开始散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通常建议呢,狗洗澡每一个星期至少一次 那自己修剪那方面呢,每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呢,就修剪一次 那当然也是要看看那个全种还有毛发长短的决定 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一些呢 我担保啊,他们的皮肤会很健康 毛发会更亮丽,对吧 有很多主人呢,都很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做美容 那因为他要很享受那整个过程,对不对 但是往往呢,都做得很辛苦 做得很累,因为很不容易嘛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狗很聪明啊 他知道那个是他的家 他非常了解那整个环境 再加上呢,也是主人在帮他处理的 所以呢,他是越熟越欺负 越熟就越霸道,对不对 各位主人啊,你就享受过了 我建议久久一次呢,也要把他送去宠物店 让专业的美容师,给他享受一下 怎么说呢?你看当美容师帮他梳毛的时候呢 他是躺着很舒服,很享受的 也许这个画面,主人也是没有机会看见 毕竟所有的美容师啊,都是经过学习 经过考试,才得到他们专业的资格 无论技术或者是方法 他们都是根据狗的需求而呈现给你的 各位,给狗做美容呢 也是我们责任的其中一项 所以请不要为了省钱 而浪费付出了你自己更多的精力跟时间 同意吗? 好了,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一边了 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 不要客气 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message我也可以 那我会尽我能力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好了,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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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